你吃過WaCookies的雪糕了嗎? 上市三天就賣破10萬隻 現在只有在全聯跟全家買得到 然後這個週末我們大補貨了 沒吃過的話可以試試看 吃雪糕啦 最近很多人看影片都有發現我變瘦了 沒錯我最近剪掉了20公斤 那我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來分享 我剪掉20公斤的過程 今天影片最重要的重點 要先跟大家說 就是沒有一種減肥方法是真的適合每一個人的 就是你一定要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 最好是找專業的減重醫生或者是營養師 一起去幫你 今天的影片除了分享減重的過程外呢 我有在IG募集了一些觀眾的問題 今天一起回答 好 第一題 怎樣下定決心減肥 大家都知道我是拍YouTube影片之後才開始變胖的嘛 變胖的時候其實我也沒有不快樂還怎麼樣 每天就是吃得很開心啊 身體檢查報告也都很正常 真的要下定決心減肥 就是因為我 古媽就是每天在我耳邊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唸到我受不了 然後呢加上我就想說 哈反正我就是閒著沒事幹 那不然我就減一下肥好了 第二個原因呢我就是想要打臉那些曾經在網路上留言 評論過我身材的那些酸民 我想要他們的臉很腫 腫腫的 反正就是呢變胖的這幾年來呢 就是幾乎每一支影片底下都會有 講說什麼天啊 古老啊怎麼又胖了 職業傷害然後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沒有惡意 他就是進來然後路過 留個言而已 但是這種就是 在我眼裡都是其實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更不用說那種 真的有惡意的人 反正這些全部的人 我就是要瘦下來給這些全部的人看 然後讓他們的臉腫得跟西瓜一樣大 這就是我下定決心的開始 好下一題 減了多久瘦多少 去年9月1號到今年2月底 大概半年的時間 是不認真的模式 就是沒有很認真的減肥啦 瘦6公斤 然後2月底到今天拍片 6月22號大概4個月的時間 是我超級超級認真模式 瘦了14公斤 所以全部加起來大概20公斤 離我變胖之前的體重 大概還有5公斤要減 數字大概是從7開頭 變到5開頭這樣 太詳細不講 重點開始 減肥方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大家不願意去做 就是呢 飲食控制佔7成 運動只佔3成 如果你只靠運動 不一定會瘦下來 或是瘦得很慢 但是只要你有飲食控制 絕對可以瘦下來 我記得2020年初的時候 我有拍一支影片 然後是業配 拍我做運動的紀錄 然後我在影片裡面有講說 2020年初 其實我已經運動了 整整一年了 每週都運動3次 是高強度的運動 就是可能重訓搭配有氧 就是有教練的 我運動了整整一年之後 一公斤都沒有瘦 反而還胖了兩公斤 因為那時候那一年我就是 完全沒有飲食控制 因為自己就抱著僥倖的心態 就想說 蛤 我每天都吃一樣東西 那我加入了一個 一週三次的運動 一定會變瘦吧 結果事實就是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故意爆磁喔 所以重大的轉變呢 就是去年的酒院 就去看了 蠻有名的 減重醫生 他不是吃藥什麼什麼的 就是只是 輔導你的飲食而已 但是有會做那種什麼 全身的檢查 我的指數都很正常 但是唯一一個不正常的就是 我的胰島素阻抗很嚴重 那什麼是胰島素阻抗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因為太複雜了 我這邊講不清楚 那他說 胰島素阻抗非常嚴重 所以初期的飲食就是先從 不吃澱粉跟糖 然後還有一些小方法 但是那一段時間 就是我所謂的不認真模式 那半年 我雖然不吃澱粉 可是我還是亂吃很多東西 還有吃宵夜什麼 所以那半年我只瘦了6公斤 然後我二月底就開始想說 這樣瘦太慢了 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嘛 我想說給它速度催下去 所以改成超認真的吃法 現在講不能吃的東西 不能吃任何加工食品 任何有糖的東西 甜點 零食 飲料 手搖杯 人工醬料 最容易忽略的陷阱 是水果跟牛奶 水果就是長在樹上的糖 就是我連蘋果跟芭樂都沒有吃 不能吃就是一口都不行 你不要覺得只吃一口 不會怎樣 但就是會怎樣 除了我拍攝工作跟解放日的時候 微禁品一口都沒有吃 那就從早餐開始 早餐呢 我就只喝一杯高蛋白粉 泡無糖豆漿或者是水 其實這樣真的會爆 午餐基本上就是三大類別 就是蔬菜 蛋白質 跟澱粉 蔬菜的部分呢 我就吃一大盤青菜 還是真的一大盤 差不多快要400公克的青菜 然後 以深綠色有葉子的蔬菜為主 淺色蔬菜 譬如說高麗菜 大白菜那種 皮膚比較白的蔬菜不吃 因為這種蔬菜糖分太高 封調方式幾乎都是水煮 不然就是用健康的油炒 那什麼是健康的油呢 就是橄欖油 苦茶油 酪梨油之類的 要避免的油是 大豆油 沙拉油 跟葵花油 是不好的油 每天要吃最多東西的就是蔬菜 開始減肥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正常人 每天的蔬菜量真的都超級不夠 減肥每天要吃這麼多的蔬菜 所以幾乎每天都會排便 像我以前沒有減肥的時候 正常吃的時候 幾乎可能兩三天才大一次變 差超多的 那接下來是蛋白質 蛋白質我通常都吃那種 市面上賣的 即食雞胸肉一份 或者是可以吃板豆腐 嫩豆腐 跟海鮮 那烹調方式當然就是越清淡越好 牛肉豬肉可以吃 但是就是偶爾吃 因為它的脂肪比較高 蛋白質的部分 我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因為我食量不大 而且減重其實需要大量的蛋白質 不然你肌肉會流失 而且加上我有在運動 所以有需要更多的蛋白質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一天大概 需要吃多少蛋白質的話 你可以再問你的醫生或者是教練 那最後第三個部分 就是澱粉 這時候認真模式我已經有吃澱粉了 但是我每天又只吃一個圈頭大小的澱粉 大概就是100公克左右 最好的澱粉 我通常都吃地瓜 你也可以吃燕麥 或是糙米 好以上 你需要吃最多的東西就是 蔬菜 然後再來是蛋白質 澱粉真的吃最少 一點點這樣 減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高纖維 跟高蛋白質 就是才能讓你的 腸道比較健康 讓它恢復正常的代謝 其實我減肥完全沒有酸熱量 因為我每天就是知道 我需要吃這些東西 那我也懶得酸這樣子 那上面就是固體的食物呢 我會在晚上六點之前吃完 晚上六點過後只喝高蛋白粉 或是無糖豆漿跟水 然後不能讓肚子餓到 你如果是癌餓瘦下去的話 你以後一定會腐胖 下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水 因為初期體重7開頭的時候還很胖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一天喝大概 6000到7000cc的水 你就可以買一個這種水壺 超大 這個一個是2500cc 然後就每天帶來都在路上跑 很怪咖 但是久了你就會習慣的 現在體重比較輕了嘛 那我一樣每天都差不多喝至少4000cc以上 缺點就是你會一直想要尿尿 但是你用想像的說 你尿尿可以把脂肪排掉 你就這樣想你就會心甘情願的 一直喝水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好處就是 因為你要強迫每天自己喝那麼多水 所以你根本沒有胃口去另外喝飲料啊 或什麼茶啊之類的 牛奶也不能喝 但是是醫生針對我的身體說的 他說牛奶有乳糖 我的身體也不可以喝 那最後一個要吃的東西就是 營養補充品 因為減肥的時候 你身體會比平常需要更多的微量元素 然後醫生有開給我的營養品是 新檸檬酸美跟B群 那我的運動教練也建議可以補充 蓋運動跟多少錢 因為呢我是很懶的人 而且我很需要人家逼迫 然後再加上我很懶得自己還要上網查說 自己需要做什麼運動 所以我就是上一對一的教練課 然後費用是20堂3萬左右 然後上課的內容就是以重訓為主 有養為福 下一個問題 如果不運動只靠飲食可以嗎 可以 因為前面有說 飲食佔7層 運動佔3層 那運動就是增加代謝跟幫助你瘦下來之後 更不容易腐胖 所以如果你想要瘦得更好的話 就搭配運動 下一題 出門聚餐怎麼辦 我跟你講 一不做二不休 通通推掉 因為我是美食YouTuber嘛 然後 然後常常會有很多食物 廠商要寄公關品 我也通通推掉 那不能聚餐很可憐嗎 就是有時候 我們跟好姐妹可能去聚餐 就是去那種沒有人頭低消的店 或是你可以單純點一杯無糖茶的那種店 就有看大家吃 然後我一個人就在那邊喝茶 因為你白天已經吃飽嘛 你晚上6點過後也不能吃東西 而且 大家通常聚會都是超過晚上6點 那你就去那邊坐著聽大家聊天這樣 然後喝這一大桶水 減肥和拍Youtube影片怎麼做取捨 來 再一次 又是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直接影片少拍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我頻道 這半年 影片頻率降低非常多 因為我現在主要的心力不是在Youtube 所以 大家 不用擔心我 下一集很多人問耶 就女生都很在意這個 就是胸部 捏一捏會縮水嗎 皮膚鬆垮 我本來以為會 但是沒有 就是 胸部的部分 只會 就是你的下胸圍 變得很瘦 上胸圍也瘦一點 但是你的罩杯 完全不會掉 因為罩杯就是 上胸圍 減下胸圍的 那個差 但是你上跟下都同時掉 那你罩杯還是沒有掉 真的 我的量完的罩杯跟之前 幾乎是一樣的 皮膚鬆垮 我有在補充胸圓蛋白 怎麼堅定抑制忍住不吃 這個我教你 你不要覺得偷吃一口不會這樣 你就想你偷吃一口 你就要多減肥一天 你偷吃一口就會瘦得更慢 你想想喔 你早餐已經很可憐吃那樣 然後午餐也很可憐吃那樣 然後到晚上 你忍不住偷吃了一口零食 就表示你白天的那些努力全部都白費了 你不會覺得很餓嗎 所以 只要想到這樣的話 我就是 真的完全一口都不會吃 如果你真的超想吃 你就拿著你的食物看它 說 你想要吃它 還是要早點變瘦 要吃它 還是早點變瘦 當然選早點變瘦啊 這樣 下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是 衣服怎麼辦 衣服沒有怎麼辦 因為 我本來穿衣風格就差不多 然後 我胖的時候 買的衣服都是one size的 就是你 即便瘦下來也可以穿的那種 所以完全沒有差 挺多有差的就是內衣 我去內衣全部都買新的 然後內褲 內褲也全部都買新的 其實內褲都變超廊的 超好笑 然後變瘦之後 你就是可以多買幾件下半身嘛 就是可能從XL買到 L或M號這樣 瘦下來第一件事想做什麼 第一件事喔 我要再上一次狗屎寫手 妹妹我們再去一次狗屎寫手怎麼樣 妹妹 算了他聽不到 而且你知道當Youtuber瘦下來 還有什麼好處嗎 就是 你可以接到很多 健康產品的業配 然後那些酸民就會更生氣 酸民就會想說 憑什麼你胖的時候 可以接食物的業配 瘦下來的時候 又可以接健康產品的業配 好氣好氣好氣 然後酸民只能在前面打鍵盤 想到就超爽的 菇娃娃的復仇之路 成功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這個詞是我的方法 就是我這段時間的做法 那你適合什麼方法 請你去找 營養師或者是運動教練 就這樣 感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影片到這邊 全家跟全戀 今夏最強 WaCookies雪糕 你一定要試試看喔 掰掰 有沒有 看一下董董 他吃手 咦咦咦咦 董董 姐姐在拍片 咦咦咦咦